这款牛奶妆各女星都想注视穿,却只有赵丽颖谢娜穿起来特别美。 平年来,赵丽颖,当红演员,一跃成为了世下圈内最剧收拾号赵丽却当红蛋绝,谢娜,与一号持人,身为芒果牌的文明主持人,人气一向也是居高不下。 这两位女神级另外美男,泛赞献身晚会所穿的军服都很雅观。杨玉宁 有一个出格具有创意的装扮计划,叫做牛奶妆。 所谓的牛奶妆不仅鲜白如牛奶,衣服的形象就像是把牛奶撒到了他们的身上似的,看上去极限的桀骜不逊,又显得很浪漫为美。 田哥天后阳玉宁,穿上这身牛奶妆显得很是年轻,气场也是杠杠的。 早些日子的公共女神朱茵刚出道的时辰,让很多人铁平。 每当那身心所爱响起,每个人死人都心目傍边都有属于本身的紫霞仙子。 古丽娜渣 古丽娜渣刚的牛奶妆形象翠直接露碑了,不外仍旧一位侧颜沙,谁叫人家原来就哑观呢? 张涵运 张涵运以前的一首《酸酸甜甜》便是我传唱《大江南北》,原来这首歌便是给某品牌牛奶做宣传的。 多年以往,一身牛奶妆穿在身上仍旧阿水火里萌萌的小女生——欧阳娜娜 财女欧阳娜娜不仅提琴拉得好,颜值也不赖,要害是人家仍旧未成年,这身牛奶妆看上去既纯正萌萌,又发火发达。 谢娜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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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流量女王赵丽颖,当红演员,固然泛泛看上去娇小,可是一穿上这身牛奶装,奇迹线也出来了,气场也出来了,很清爽浪漫,有目有。